袁洪斌所著《臺灣生死書》一書中披露了這個約定 法拉利事件發生後 周永康約令計劃密會 首先讓令計劃翻閱一秘密檔案 檔案中 令計劃家族成員仗旗之士 在山西壟斷煤礦 濫權貪毒 做買官玉爵之前客以敛財 暗開賭場以致報復 等等惡行惡狀 事無巨細 皆記錄在冊 令計劃越後冷汗遍體 目眩神搖 於是 二人達成默契 周永康駐令計劃在秋天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 進入政治局常委之列 令計劃駐周永康同薄熙來切割 全身而退